瑞虎8L和现代图胜L这两款车该如何选择 我告诉你 这俩车都是好车 你选哪个都不会后悔 现代图胜L这款车 买就买那个8AT版本 便买双离合版本 双离合是干四的 那不能选 知道吗 它的8AT是 Powartime摩比斯的一个 坦迪斯的一个8AT变速箱 没有任何问题 名气不如爱心 实际使用起来非常皮肠耐用 换动轮机也可以 主要是什么奇亚呀 现代都使用这款变速箱 没任何问题 发动机1.5T 200匹的一个马力 也没有任何问题 动力是无论四驱待步 还是跑高速伤度都共用 那日虎8L呢 2.0T发动机也没问题 奇亚的发动机 那在国产里呢 是排第一的 就算日本都看上了奇亚的发动机 很多外置车企 都看上了这个奇亚的发动机 这把百分公里 254马力 动力更加强劲 服务真的8AT 没有任何问题 截图旅行者呀 日虎8Pro啊 星途凌云呢 都使用了半年了 车主回归 生长电脑评计 换的逻辑挺好的 冷定性耐用性 那更不用说了 AT的结构导致它非常贫耐用 没问题 就干吧 可吧 讲来它这个变动箱 就是主要大点在奇瑞车上的 取代葛特拉克和三级柳洲的 其他四双内核的 它可不是来走过产的 正经玩意儿 知道吧 但实际开起来呢 6H8R这款车的 隔音静音会好很多 车机8150芯片 升级了不错 车机反过快速了 对吧 底边的扎证知性 比现代图正R又更好 现代的底盘就是一般 发轮变速箱没问题 隔音静音不如瑞虎8R 性质感都不如 所以说这两款车吧 我建议你选的瑞虎8R 但是图正R行不行 行 绝对也没问题 全8AT版本 并选酸离合就完事了 都是好车 知道吗 都要比同价位买什么 大众啊 本田 丰田 比他们同价位的强太多了 丰田同价位 本田同价位都CVT变速箱 后面纽绿洋那群架 大众都是轻挡着干四双离合 还不如CVT呢 对吧 都是小排量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两款车子 在同价位里面 首选 记住 那么40年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